富龙全大 大家都是同样为了一件事而来 就是要圆满我们这一生当中的 新性功德 要圆满新性功德 所以就必须透过圣贤的 这样的心胸 他们有很宏伟的志向 来带着我们 然后学了在这几次以来 就是以孟子的精神 作为给大家的一个引导 作为一个话题 来引发出我们的内在心对真理的那份热爱 包括圣贤来启迪我们大家 学传统的文化 以圣贤的格局 作为我们学习效法的目标 作为我们的榜样 那这个榜样就是提高了我们 的精神 能格 价值观 价值 怎么样的生命才有价值 其实生命的价值 从社会的眼光 世俗的眼光来讲的话 应该是公民富贵 钱很好嘛 大家睁开眼睛就是过得好日子 这样的价值观的话呢 如果从古圣贤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叫凡夫属子的凡夫之见 那圣贤的执贤是什么呢 那圣贤的执贤是什么呢 从我们活着的一天呢 我们的内心世界要把自己的定位在什么 要有这个定位的话通常是在忧犯当中才能够生发出来的 叫生于忧犯 死于安乐 这是执贤在当时那个环境 他看到天底下所有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啊 他们的那个心胸才开展的那种高度的智慧啊 那种价值的观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过好日子 对我们来讲好像是很好 但对一生来讲不见的是好事 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喔 古圣贤姓说啊 部位的家庭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啊 只有在很艰难的环境当中 才能够铸造他那种刚毅坚忍不拔的那种精神啊 包括过去的古圣贤姓我们所看到他们一生的经历 都是在那个颠沛流离的环境里面啊 从现在来讲的话叫三分运动好修行啊 现在我们身体健康状况好不好 好 我明天都不知道今天都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我这一口气随时都会不来 你才知道修行要不要紧啊 要紧啊 现在是很健康 年轻人跟他谈修道 拼不下去啦 为什么 他不知道日子在哪里 因为日子太好过了啊 父母亲给他冲着啊 才是谈修道 修道是为死后做准备呢 我们就是担心有一天会挂掉 所以你才会觉得修道不重要 各位健康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你现在很健康你就觉得健康比什么重要啊 你跟薇薇讲说现在健康很重要 没感觉啊 这句话听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症犯都没有 现在如果啊 跟我们牛油冷谈主说 现在健康很重要 对啊 我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今天要吃药 哪天要吃药 这个身体的健康太重要了 所以要谈健康要跟什么 跟病人来谈健康 各位 人的一生当中 你要粗类拔萃 现在谈圣贤 就是看不到圣贤啊 不知道圣贤的格局啊 它的价值观在哪里啊 那个参战天地的造化 生命有无穷无限的那个高度啊 大家怎么想去啊 大家是闻眼前的事情啊 就是为了吃喝玩乐的事情而已 所以吃喝玩乐 它只是人生的过程而已 还有一个人生最终的目的 那个最终的终点 我们必须到达那个地方去啊 那这件事情就是 确立这健全的价值观 而这份的价值观 如果这个价值观 大家不建立的话 就会从佛心调路人心 而调路受心 也就是心性不调节的话 人就不断的在堕落当中 全世界现在是什么 全世界面临最大的灾难 就是邪恶的势力 它已经侵死了人心了 所以我们要保有一颗善良 很珍贵 所以我们今天学古圣先贤的道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圣行的自下 佛的那种佛心佛念的慈悲展现开来 所以那个价值观是自己有了以后 还要传递给别人 这个在哪里啊 也就是说邪恶 邪恶的念头 邪恶的行为的诞生 会产生人类最后 共同朝向灭亡之路 所以如果不被唤醒的话 将来我们也会同样的 叫做像病毒一样 你如果没有相应的免疫力 就像病毒在我们身边 随时都会感染到一样 那么我们为了不让自己 被这个病毒感染力只有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当然啊 孩子需不需要 太需要了 所以吃一点苦不是坏事啊 吃一点苦他才感受人生 他才尝到人生的滋味啊 所以古圣先显然他们呢 有一股身上那种 从由命而发出来的 对生命的一种热爱 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对于那些灾难 过去水火中灾那个 可能就是所谓的吃也没得吃 在那种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之下 生出了悲悯之心啊 所以他的那个格局才不断的 把人性才能够 就是光明才展现开来 我们甚至在现今的社会 也是同样的 明包物语的精神 把所有的全天底下人 当作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一样 他的内心的苦闷 他遭受到的苦难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 所以从建立健全的人格 和价值观开始的 那么上课的用意呢 输入了各位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在每一次的讯息的传递当中 给大家更明白自己生存的价值 我们要为自己争取 所以学习是这么样的重要 就是要让你自己从内心里面 生发出我愿意做贤良之人 愿意孝胜法贤 那这个力量呢 你生得出来 你就会爱他 所以知之者不如耗资者 耗资者不如乐资者 也就是说你知道 有一条正确的路是什么 向上的路 有一条路是堕落的路 那个堕落的路呢 大家最后也会形成一个风气 那么耗散的路 大家也会向上 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话 这个社会的风气就改变了 那么人焉才能够呈现天亮 其实啊 纵观全世界 我们看到的 可能我们像我们的天堂 不见得存在的 所以道的力量是来纠结的 所有的人呢 基本上在心灵的路呢 已经不断不断受到了侵蚀 如何我们还能够在这个 风雨飘摇当中 在人心爱坏的这样的一个年代 我们还能够大声疾呼 愿意站出来 那我们的内心要有多么坚强 你才能够站得住脚 你才能够说得出口啊 所以我们要立身行 本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运用在我们的人文当中 我们内心坦坦荡荡的 活出人的格局啊 有了人的格局以后 才能够超越更高的一层境界 叫圣贤先活啊 所以功名富贵 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很战 我呢所向往的是圣贤先活的格局 所以没有圣贤先活的观念 没有圣贤先活任何的价值观的话 我们就上不去了 所以透过呢 以下的课程呢 我们跟前面的课程呢 跟大家提到了 孟老夫子的掌养 身上的那股浩然正气啊 第一个是从第一个他内心由内而发 感受到生命的尊贵啊 第二个要有正当的行为 合理的事物 他在行使一件正当的事情 第三个是从他的本性里面出发的 就意道而起 那在这个孟子梁慧王篇 里面有那么一段 这个齐先王啊 他就问孟子说 他说当时的商汤啊 他放节 就是说他曾经去 当时下节如道 最后他把他放逐了 那么武王啊 周武王呢 他讨伐了咒王 因为这个商咒王 这个下节 这个商咒呢 他们本身就是离心离德 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不在乎生命的 所有生命的这样的疾苦 那么当时去讨伐别人的商汤 跟这个武王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叫做 周天子 周天子称为王 叫做王正 人正 后来叫春秋进入了武霸 叫霸道 霸道就是用武力去争霸别人 所以叫春秋就变成是霸主了 叫他们是行持用武力去争霸别人 谁的武力强 他就有资格所发话了 所以这个齐宣王呢 当然他这个齐宣王他在那个时代呢 呃 他就听到有历史让曾经这么 这个讨伐别人的商咒 这个商汤讨伐 武王伐咒 这件事情 这样的事情历史的记载有吗 他就这样请教孟老夫子 孟老夫子就回答他说 对了 有这件事情 在史书的记载有这么一件事情 齐宣王就说啦 那么你既然当时的夏姐跟商座 他们都做王啊 那么为什么你做一个臣子的 商汤跟这个做武王 你怎么可以率你的军队来 反你的国君呢 齐宣王怎么一说啊 孟老夫子怎么回答他的 孟老夫子说啊 贼人者位置 贼人者位置贼 贼人者位置禅啊 禅贼之人位置一部啊 闻诸一部作义 未闻是君也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残害仁德 这样的人就不是王啦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奸贼一样 他说贼义就是说你把道德仁义 放到一边去了 你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一个领导者而已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残贼的人呢 他只不过是一戒匹夫啊 连王都称不上 我只听说啊 杀掉了一个匹夫的这个三宗王 或下结这一个人而已 没有听说 他是以下犯上以臣子把国王给杀掉 这种叫做死 死的意思是以下犯上 不是你把他杀掉 不是杀一个国王 自杀一个残贼的一个 残暴无道的一个人而已啊 他这么一说的话呢 你看这个当时孟王夫子 周游到处去劝说 各个领导的带动的这些王啊 那这些王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用着他的权力 用着他的魔裂 想要去争讨别人呢 那你争讨别人的那个当下 他说如果说臣子把国王 把他的军主杀掉了 看你是起的是不是什么 仁义之师啊 如果你起的是一个仁义之师 推翻暴政的话 所有的百姓啊 看到你们这些军队来了 全部都欢呼啊 赶快把这个暴政也推翻掉 所以就不是从以下犯上 那么当时在孟王在我那个时代 信用这样的名称啊 后来啊如果说 这个带领着一个地方的 这个君主呢 他施行不仁的一种管理的话呢 被推翻掉叫做革命 现在又称之为革命吧 所以呢在当时你这样看 孟老夫子给这个齐宣王的回答说 你做下辈的人 你就不应该把上面的推翻掉 不 如果上面的没有异形的王道人政的话 那底下都在水蒸火热当中受到你的压榨 当然你要起来怎么样 把他推翻掉嘛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古圣歇贤讲的一个道理呢 他是照顾到全天底下所有生命的利益啊 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已 这个地方呢 是孟老夫子他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孟老夫子见了齐宣王 齐宣王就说啊 你要叫我推行这个人政啊 王道啊 就是以德无人啊 让所有人都很开心 天底下的百姓都因为在我的带领之下 忍忍过着安康这安和乐丽的生活呢 好像他个人的权利有一些地方呢 他就不能够为所欲为啊 夏节商康他们 当时的这个商庄王啊 这个夏节他们当时就是一位暴虐无道嘛 所以这个时候齐宣王就说啦 你叫我推行人政 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什么 逞强好勇啊 我这样逞强好勇可以推行人政吗 孟老夫子就说啦 你所说的那个 把剑放 把自己的配剑 拿着自己的配剑 眼睛瞪得这么大 然后呢随时都可以去跟人家 跟人家就是比剑的时候拼死多 这种的 这个叫做什么 逞强好勇 可是在诗经跟上书上有这个提到说 周朝的文王已怒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啊 他是看到天底下的生命 如果我不站起来 为大家主持公道的话 那天底下人是百姓没有日子过啊 他说周文王是这样子生气啊 所以他说他也是很好勇啊 他也是很逞强對不對 他说你不是拿起剑来瞪着眼睛的那种勇 你要学文王的看到所有天底下的人 需要你拿出你的热血 为所有人来争取更大的福利啊 他说这个周当时的周武王啊 周武王呢 他一怒便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 叫做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 他们一样是怎么样 逞强浩勇 但是想到的是全天底下的百姓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知道 在上书上说 上天让所有的老百姓 透过一个上天派来的君王 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呢 除了这个领导的君王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的老师嘛 就是这些所有的文官僚啦 当他们这些人在位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在天底下横行放到呢 那么这些国王 这些做所有百姓的这些老师呢 他们要帮助所有老百姓 把这些不好的全部怎么样 全部都给推翻掉 所以啊 当这些圣王在世的时候啊 啊 天底下没有一个人敢同情霸道 所以他推荐了那种王道人政 让所有的百姓都生活在那种 公衣足食啊 信心里面没有感到恐惧的生活里面啊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很多的地方 我们也要想到 那些生活在受到很多的压榨 限制的地方呢 我们也要为他祈祷 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份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所以这个勇气呢 就不是逞强好勇 而是大丈夫之勇啦 这个孟老夫子 他见了齐宣王 齐宣王呢 为了向他宣说这个人政王道 要推行啊 来扶责所有的百姓嘛 因为他是圣贤之志 想到的是全天底下百姓的福祉 齐宣王就说啊 我还有一个毛病呢 就是喜爱钱财 意思就是说 又有那个逞强好友 我又很喜欢自己过着舒服的日子 那么孟老夫子就说啊 他说从前呢 公流啊 也就是古代的贤人呢 这个叫公流这个人呢 他也很喜欢钱财 那么如果齐宣王 你那么喜欢钱财 你能够想到老百姓也喜欢钱财 你就推行王道仁政 让所有的人通通通有起来 不是好吗 诶 这个时候就是 所有的人都远离了贫穷 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富有起来 各位 我们自己有了福报 还能够分享自己的福报的话 那也要相应的智慧啊 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富裕的环境当中啊 迷失了自己啊 让自己堕落啊 所以圣贤教育的好处是说 富贵的人家的子弟 为什么都不成才呢 因为他就是限定在阴森色相当中 耗玻璃啊 从小呢 还年轻的时候啊 现在有钱人就是开着什么 那个百万的跑车啊 到处去炫耀啊 违规乱纪的事情 没关系 因为老师后面有的是钱啊 各位我们可知道 这个就是败坏的一个孩子 他那个从小的庚苗啊 就开始鼓烂啊 他还没长成大受就鼓烂掉了 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欲望的派 所以为什么古圣先写 在圣贤的教育里面 他这么样的 让每一个人感受到生命 他要在很多的限制当中啊 去阻止他欲望的不断扩张啊 那我们写的圣贤知道你说 我们被限制好不好 他叫你说穿着要这样不能那样 就是让你安全啊 让你生命活着 在这个当中活出你生命存在的 庄严跟那种尊严啊 但是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 年轻人不愿意坐着才听啊 为什么我那么限制我 我现在人讲的是自由啊 我想干啥干啥去啦 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接受限制 你说他还能成了什么财呢 很难成财啊现在 日子越好过越难成财 为什么 因为对人性没有感受啊 你要是人性有感受的话 就是在什么 在那种悲欢离合当中 去感受那个人性的爱啊 现在都没有这些东西啦 甚至也都看不见啦 那就是人性的堕落耶 所以啊古圣先写在那种环境里面 怎么样被递掉出来的 患难当中才能够建出人性啊 西村王就说我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喜好女色 怎么样来说我 你叫我实行人证很难啊 我都不愿意做不想做啊 所以他就一直说我做不到啊 孟老公子就回答他说 周太公爷很喜好女色 也很喜好他的杯子 但是他让所有天底下的人 女的不会嫁不到老公 男的不会娶不到老婆 让每一个人都各失其所 你说这样好不好 他就行人证嘛 行黄照啊 就是教育每一个人 在他的伦常关系当中 遵守好守住自己的位子啊 本分啊 所以他说你喜好女色 不要你一个人 上公六院而已啊 这个你就知道啦 你想想看 他已经关心到这些人 嫁不出去的 他会想方设 或者往上这些 找到老婆的人去找到他的对象 是不是安恋民心百姓啊 是 这种爱就是 所谓天子 是带天来管理天下子民的人啊 所以他心里面所心系的是天下 他们都是他个人的荣利奥物啊 欸这就是王道 所以孟老婆子他当时 希望大家都愿意配合 王政的推行之下 让所有的百姓安和乐利 当时孟老婆子见到齐宣王啊 齐宣王他攻打了烟火 当时齐宣王的齐国呢 他也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 各方面呢 武力啊 他的城市 各方面都是比较强的一个国家 那这个齐宣王啊 用五十天的时间呢 就把烟火给拿下来 就是攻打了这个烟火 那攻打了这个烟火呢 这个齐宣王就说啦 对这个孟老婆子说啊 我现在攻打了 这个其他的国家以后 他想要占领他 他说你看看 躲得我出兵就能够打圣仗 这一定是上天占许我这么做的啊 所以我打了圣仗以后 打了圣仗就要占领了 人家的土地嘛 占领人家的城市啊 如果我不占领 我不占领这个地方的话 天都不答应 对不对 孟老婆子就告诉他说啊 如果你 烟火被你打下来之后呢 你齐驳去占领他 他们的百姓很高兴的话 你就把他占领 如果他们的百姓 你不希望你来占领他的话呢 你不要去占领他 你不要去占领他 齐驳想想我心了那么多的这些 所有的士兵呢 把城市打下了哪里有不占领的道理 他有没有听孟子的话呢 没有 就把他占领了 但是孟老婆子告诉他说 如果百姓很高兴你才占领啊 百姓不高兴你怎么才占领呢 他不管我现在先拿到了城市 增加了他的这个所有的土地 还更重要呢 可是没想到两年之后 其他所有的各国 联合的各国 因为其国越来越强大了啊 大家害怕他下一个倒霉的 就是我的国家 所以这些所有的国家就联合起来 一起把这个齐驳给打下来了 这个时候齐宣王就想到孟子 当时告诉他了 说你不要占领他 你让他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就好 你别占领他 但是他没听 他还是把他占领了 两年之后报应就来了 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 把齐驳打败了 这个时候他才想到啊 所以当时 当时的齐宣王啊 他打下这个 打下了燕谷的时候 他旁边的臣子啊 就想说 国王你那么英勇的话 你应该通力 你要扩大你的这个管理范围 你到哪里要啊 拿下啊 所以一个 一个君王他旁边 如果有助长他这些 要叫掌君之二的人啊 这个皇帝想这么做 你说好 就这么做就这么做 就害了他嘛 这个还是小恶啊 还有一个大恶是什么呢 逢君之二 一个是掌君之二 就是说 我这么干好不好 你说好 你就这么去干 另外一个是什么 掌君之二 掌君之二 就是不恶君王的 所要做的决定 但是不去思考他后面的厉害关系 还有一个叫逢君之二 就是说他要这么做呢 还找很多理由 说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 不应该这么做 本来他以为说 我要想这么做 还心里面还怎么样 有所互济啊 现在如果有人给他找理由的时候 他连互济都没有了 你看我就应该怎么看 所以这个叫什么 给自己的错误找借老子 最要命的啊 那如果旁边的臣子这样看的话呢 那一定是陷阱你不义啊 所以这个时候 当要证明这个烟果的时候 他底下的臣子就是说 你看 这个你现在啊 被其他的这个 叫做联军打败了 这个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不是你的错呢 当年的周公啊 周公他的弟弟 他的兄弟叫管叔 蔡叔跟霍叔 他派了他的三个兄弟 去接管了 去接管了 当时这个被打败的 就是这个武庚这个地方 这个是当时奏王的儿子 所以说呢 当时如果周公派了管叔 蔡叔 霍叔 去接管这个武庚的时候呢 后来武庚叛乱了 如果周公早知道的话 他就不应该派他的三个兄弟去啊 去联合起来叛乱啊 那你看周公这样的人啊 他那么样的德行都好啊 他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还派了兄弟去 结果造成了叛乱 他的兄弟起来造行啊 他说如果周公早知道他的兄弟会赶盼的话 如果他知道的话 他让他的兄弟去的话 他是不忍嘛 你那么周公的德行都好 你不应该派你的兄弟去啊 让他造成了造反的事实 所以周公派他的兄弟让他的兄弟造反 他是不忍 他是不知道他会造反 他说如果啊 周公早知道他的兄弟去 这个造成了武庚的判断的话 他如果知道又派他去的话 他是不忍 如果不知道又派他去的话叫不自 因为周公你应该会想像得到啊 你做了这些事情 后面的后果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周公都有不忍 与不自的这样的错误 那你现在攻打烟火这样小的错误 没事 这个不算你的错误 你看 他本来这个齐先王做错的事情 他的臣子还帮他找理由 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 所以这个叫做同君之二 他的弘领埃玛丽 所以造成了这个什么 底下的臣子助长了君王 他那种鼓励的扩张的野心 越来越大 都没有稍微狩猎一点 也就是说 从历史的教训当中还得不到 那种惨痛的代价 哇你就知道 新 就是所谓的新起这个 生发这种战争呢 要死多少百姓 所以这边呢 就是新王道的发了 那么当然 圣人他就是不断的希望 照顾到天下的生命嘛 当时啊 当时国家里面有一个叫成真的 他呢就知道 问了一个孟老公子的一个问题 他问什么呢 他说啊 孟子 你曾经到齐王去的时候啊 你要离开的时候 齐王呢 他送你一百亿 一百亿啊 一亿就是二十两 他说他送你一百亿的这个 黄金呢 你没有接受 但是你到了宋国啊 孟子到宋国去的时候 宋王呢 宋国的这个国王呢 赠送你七十亿的黄金呢 你却接受了 后来呢 你又到了薛帝的地方了 薛君 就是薛帝的那个君王呢 又赠送你五十亿的黄金 你也接受了 他说啊 孟老公子 你齐王 送你的这个一百亿 你不接受 可是 送你的黄金你又接受了 薛帝的这个 薛君也赠送了黄金给你 你又接受了 你有接受有不接受 如果说不应该接受 可是你又接受了 表示你有错误啊 如果说可以接受 你怎么其中有不接受的 所以孟老公子 你一定从中有错误 犯下这个错误吧 孟老公子就回答他说过 孟老公子回答他这个 成真正的质问他 我们都知道在孟子这部书里面 有很多的提问就是说 大家想不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才来问问说 你为什么会下这个决定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孟老公子就回答 成真这么说 他说啊 他说当时齐王来 赠送我一百亿的黄金的时候 我不接受是因为 当我要离开的时候 我没有 就是无功不受户 为什么无缘不接受人家的败证呢 所以我当然不能接受啊 所以我不接受是对的 当时我到了宋国的时候 我要离开的时候 因为那个路上呢 就发生了有一些 造乱的这些土匪强盗 所以当时宋王考虑到我的安慰 他说你拿着这些边上的盘缠 方便了你可以雇一些勇士的来保护你啊 他这么一说有理由 当然要接受嘛 对不对 他说到了薛帝的时候呢 赠送了五十亿的这个黄金 他说了你这一路去 这个路途很遥远 那么又没有什么城镇相 这个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地方 支援你的这个盘财 所以呢你身边应该带一些钱 在身边 所以呢这个薛君这么一说 我能不接受吗 诶 同样的一个接受 有的时候该受 有时候都不该受 所以这边这个故事 这个广式提出来 就是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有的事情可以接受可以做 有的事情不能接受不能做 没有一定的道理 必须要省时落势的 什么时候可以做 什么时候该说 什么时候不该说 所以一句话对谁可以说 一件事对谁可以做 不能够一概而论的 这个也就是体现出 老祖宗 所谓的中庸之道后面的一个 全变之道 从这个故事当中 让我们理解到说 孟老公子里面没有讲说 一定可以的 没有一定不可以的 可是可以中不可以的后面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理由 你要去判断 去了解去抉择 那当然我们今天学到也是一样 我们有一个同修啊 他家里找火烧家 他就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开佛堂 不是说这个 我父法神吗 那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从来就告诉大家说 当你开佛堂的时候 你人在佛堂 佛人可以一点 你人只要离开 火的视线 轻易把它送掉 还没有发生 我们就说了喔 各位你们有开佛堂的 可听清楚了啊 不要哪一天火烧家 你说没有我们佛堂 都要有仙火在保佑 没有告诉你 有没有保佑 我们只告诉你 水火无情 你要长一点智慧 不能学到以后 你说没事的 我们最好是挑灯夜战 最好是每天都是灯火通明 最好是仙火随时都在 你们看没把这个画面啊 这个意思就是让你明白 点灯是在这个祭拜上天的时候 的一种礼节 所需要一种配备一样 呈现出那个光明的状态 但是只要你离开我的视线 对物辟法跟送手 那我请问你 那火烧掉了这个房子 请问你是不是仙火不保佑啊 这跟仙火保佑没关系 知道吧 那以后我们就可不能讲说 我们这个佛堂里面 通通有仙火随时在保佑我 话不好这么讲 但是我们的内心心中有善念 也许就是因为通过我们这份 对天的一种相信 也就是对于 对于无形之间的一种 这种敬畏啊 那份心是在的 但却不是所有把责任 全部都委托给无形界的 这个要明白啊 那才是正信才是智慧啊 孔子有一天呢 他到了狐义这个地方 遇到了魏国的大夫 光宫孙氏 他说话说了一定要去兑现 然后做事情 事情做了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这个是一个固执不通的小人啊 这句话在文语里面 我们都知道孔老婆子的弟子孟子啊 因为孟子的思想源于孔子嘛 所以孔老婆子的这个思想 当然也被孟子他已经传承了 这样一个一脉的人意的 这个整个主族是儒家的思想 孟老婆子就说啊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就是呼应的上面那句话 他说啊一个人得的人 一个人的这边所谓的大人 这个是大人就是 道德仁义持守在身的人啊 他说这样的人的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也就是说他是不必然的话 他不一定会按照他说的去做 他所做的事情不一定要 最后要求到什么样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话 就是唯一所在 如果他不合一理就是延蔽性行必果 他如果不合一理的地方 你还要延蔽性行必果吗 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不是 很充分的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透过你的智慧去判断 一件事情能做跟不能做是透过你充分的省私的啊 他如果傻傻的一定要这么干的话 那个要固执不通啊 那是小人啊 所以要做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是不容易的啊 这是孟老婆子所说的啊 大家都知道做好人 可是你不要做一个老好人 做一个傻好人啊 被那些所谓的外面的骗子给骗了 你说我是好人啊 好人被骗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就欠缺智慧啊 甚至于有一些坏人 他是利用好人的优点啊 去做坏事啊 这个就是这句话的重点 大人者田不必信行必果 唯一所在 符合一理的事情才可以这么干 否则的话就让我们这么干 也就不这么做啦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什么 孟老婆子曾经这么样 跟他的这个弟子啊 他说老师 那个杨虎啊 你答应过他 你答应过他说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承诺啊 最后怎么你一转身以后 你就想才不要去等他呢 弟子非常的不理解 不理解说你为什么前面答应他 他说他要挟我逼迫我 我当下要答应啊 他说他要挟我逼迫我 我当下要答应啊 我在被要挟被迫的情况之下 所答应的承诺是不要兑现的 这样意思没有办法 现在人家的法律也是这样呢 你在强行逼供之下的证实最OK不算呢 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这个当然是充分的体现的 我们持守道德的人也不是傻瓜啊 所以孟老婆子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解释 所以孟老婆子讲的说真诚由内而发 这个叫止 要合乎一语的事情正当的行为才能做的 而且是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是一循的正道而理 好 文语里面说公不义端 私害而已 什么叫公不义端 就是说跟你相处的意见 跟你不相处 如果不跟你意思一样你就不高兴 你就说人家的不对 这是不对的啊 哪一个人都持有他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观点 那如何呢 就是透过圣贤的很多过去的史 使历史上面的记载的点部呢 去印证说这句话对或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够强迫的去 要改变别人对跟我们一样看法 所以要充分的尊重 好 孟老婆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是说他的想法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 你是守正确的路你就同流合污啊 也就是说你依旧的正道而行 别人不依旧的正道而行 然后人就想说没关系 我要跟他一样的办事可不行的啊 所以啊正道以邪恶是对立的 你只要躲在正道之上 你就不会侵入邪恶 所以养不亏于天 辅助于人这种坦荡的心胸啊 他要有相当的定律啊 否则呢就会很快就变成小人啊 很快就会被所谓的邪恶的势力所收买啊 现在公立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可多的啊 叫建义万义嘛 所以孔保夫子讲仁 孔保夫子讲义 仁义的这样的理念啊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 没有生根砸下去的话 就会建义万义 人家拿一些好处给我们 我们就会按照这个 调入了那个利益的陷阱而不自知啊 那是人性的陷阱 那是人性的悲哀啊 儒家啊 我们讲儒家的传统精神 以仁义为出发的 这个仁义呢 它不是喊口号也不是无口号 它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也就是五人的关系啊 所以呢 儒家的人与关系呢 就是从教育入手 所以从小呢 小孩子就要学 学什么 学做人啊 我们现在学技能比较多 学做人比较少 所以人最后就会堕落成野兽 虽然是人 但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 它就会不得少管理 那么所以教育只有做一件事情而已 从家庭教育开始 到学校教育 都是教人为了主事之道 所以不是教我们厚黑血 不是教我们厚的脸皮呢 去巧许豪肚 都不是这些 但是传统的话还存在吗 我们还存在呢 其实大部分人都存在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生命的沉沦 在这个地方啊 天下密源之已到 天下的人心已经不在乎廉耻之心了 建立万一无所谓啦 那什么有本事吃得下去 穿得下去都是他的啊 当我们看到人心的这个限定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悲烊啊 也就是说呢过去品圣先前的道到底在哪里了 什么传统文化全部都掉掉了 所以在当今的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真正像人的人很少 人必须要有什么 人德之心啊 必须要什么 爱体天底下的人啊 以仁爱为主大很少人啊 所以要以什么 在这个教育的过程 人类当中是从严教到深教 严教到深教说我说出来的必须做到喔 现在父母亲说了 但是他自己本身都是口血偷盗的事情 但是他教到孩子 他也不会这么教啦 他是教手段啦 他是教阴谋啦 所以啦当时啊 我们都知道曾子呢 他的曾子啊 他的夫人啊 他在市场卖东西 有一天他的孩子就吵啊吵啊吵啊 说他要跟着去啊 他的夫人就说 你不要去你在家 回来我杀猪给你 吃肉 因为以前的人呢 农业社会是很少吃什么的 都是这些什么蔬菜 很难得能够吃到肉 那曾夫人他这么跟他孩子一说 曾子在旁边听到了 他回来就刀子拿起来要去杀猪啦 他的夫人就说 啊你为什么要杀猪 我们这个因为 意思是没有特别大的事情 或者是截止不到 或者是没有理由的话 是不杀猪的 怎么你现在回来要杀猪的 他说你刚刚不是跟着孩子说 如果他在家里乖乖的 你就回来杀猪给他吃吗 哈哈哈哈 那个孟夫人就说 我只是当时哄美哄孩子的 曾子就说啦 他说你对孩子 从那么小的教育当中 你就开始用欺骗的言语 在欺骗他 你让他学会了 从小就开始欺骗别人吗 他未来的人格的发展当中呢 有多少的缺陷是因为 从小就是这样的环境造成的 所以这件事情 主还是得杀了对不对 这个道理给了我明白一个 言教生教 言无教是思思 也就是你不是嘴巴交交孩子而已啊 你是怎么做人做事的啊 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理解 所以儒家的思想有教无类 这个有教无类是根据着 我们有一脉相承的道法 要取跑无上 也就是说过去古圣仙 这边线这边要引导我们 人性的荒废能够沾显啊 所以古代的圣人啊 我以俗其 他们不会说为了正面的王位 后来把他的兄弟给宰了 他知道说啊父亲 他喜欢这个儿子 我们就赶快退到一边去 不要让他让父亲为难 过去传位啊 他是传给敌党子 就是最大的儿子啊 可是有时候父亲他一看啊 他可能会比较个人 比较疼爱的一个儿子 大儿子知道以后呢 他知道说这样的话 会造成父亲的悲难 我这样子不孝啊 你看体贴父母的心意啊 体贴到这种程度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古人的那种黑贤让位 所以他那种清高啊 所以伯仪 伯就是大儿子嘛 最后他位置他自己跑掉了 让机会让给他的弟们 那完成了他父亲愿嘛 所以在圣人的那种高贵的智节当中呢 非常清高的就是什么 伯仪啊 这是古圣人 还有一个柳夏慧啊 柳夏慧呢 他这个统治带领的这个君王呢 把他贬官了 他没关系 他也很开心 又把他请回来当官了 他也很刻意的在他的工作上面 很努力的做好他的职责本分 他做了这个事情呢 让所有上下的关系 通通非常的和乐 没有丝毫的怨言 他说在圣人当中 柳夏慧呢 他是圣人当中最和谐的 里面最亲和的 很有亲和力的一个人啊 所以啊 过去古圣先贤 在他们的所有的历史的记录当中 都记录着点点滴滴 那人性最值得柳石下的东西啊 所以我们说古圣先贤 要称为圣贤难不难 我请问大家吃素难不难 那你为什么觉得不难 因为你里面有仁德知道吧 你里面有仁德做起来就不难 如果你里面是一种发露的 是一种统治的那种思维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想不做不难啊 所以圣贤难不难 这个不难的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到达你就到达何了 这是圣人所说的啊 他说圣人离我们很远吗 他说圣人离我们不远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远 原来啊你是五豹才狼的心思 当然不远啊 如果你有仁德之心哪里会很远呢 这个就是什么 人心的限定到现在 为什么人人不愿意为圣贤 就是人格都不愿意建立起来啊 所以人格在过去来讲 我们要从人以至于到贤人到圣人 跟天合而为一啊 这是给我们生命锻炼的一个机会 我们失去了这个机会 失去了人生 我们不晓得我们活着是干什么的 就是为了三餐而已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 很真诚之心的 从内心生发出来 那种乐道 我们从明白这个道的珍贵啊 道是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啊 我们面目丢掉了 我们现在只在把他光明起来而已啊 叫明明德嘛 我们内在的本德 本来都具足了 现在跑掉了 那别人跑掉了 我们要帮助他把他搞回来 所以要明道 明白了以后要实践他 叫行道 行道以后呢 你合乎道 你在道中你会乐在其中啊 所以就乐道啦 各位你有道的话 你们生命无处都不会 对你来讲无处都是喜悦跟快乐的啊 所以说圣贤叫所乐非穷通啊 无处不在快乐当中 那叫天堂啊 所以圣贤在天堂当中 不是要去天堂哦 他是在天堂啊 那什么是在天堂 只内心世界里面都是存在的光明啊 那这个的光明呢 别人不光明 我们让别人光明啊 叫明德 内心的那种五点呢 最后都会被真相所揭露 所以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的形式就要 额外的谨慎跟小心 如果没有秉择这个 道德仁义的精神的话 最后我们的颜面无光啊 我们让自己蒙羞 让我们的主线都蒙羞啊 所有一切的蒙骗的后面 就是人心的现力啊 那孟子他就是让我们 明摆清晰的做自己 让我们的心地能够敞亮 不能够自欺而后欺了 那我们要面对的是 朗娜的青天 所以以上今天的这堂课呢 就简单跟大家说明到 不原满住上下